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五百争战几人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是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的肖强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着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为了阻止从我们这里回去的历史名流改变历史 刘老六让我的车子有了可以回到过去的能力 我看到老婆包子是百无聊赖 就带着他开始了穿越之旅 刚在橡皮那儿吃过饭 我又带着他来到秦始皇这儿来 到了秦始皇为我设的萧公馆 这回护院的卫兵认出我来了 立正道 欢迎教掌回家 哎哟 没看出来啊 强子 你在外头还有我不知道的花园别墅呢 对 里头没女的 没女的 我来了就有了呀 包子率先飞下车 马上想到古代有身份的女人都是淑女 忙把手交叉在小腹前 像个日本女人一样碎步的往前挪着 我在后面喊 那是你们主母 这一阵骚动把一个人从里边给吸引出来了 呦 磕子 磕子伸出双手大踏步走了过来 我也微笑着伸出双手去迎接他 磕子静止走到包子跟前 拉着他的手轻悦地说 你来了 我在边上扎着俩爪子 像要发动动感光波似的 包子和二傻手拉着手 蹦在了一圈 这才停下 二傻看看我 这才说 哎 你也来了 不是 你才看见我呀 你最近都干什么了 吃饭 睡觉 无聊地恨 你怎么也得味儿了 盈哥不找你来玩啊 他也在忙着吃饭 睡觉 来走 咱们找他去 我让人把车里边的东西搬下来 骑了几匹马 往咸阳宫出发 一边歉意地跟二傻说 哎 客戴 这实在对不住 你那装小人那机器也没给你买 这个买了你也听不成 这没台 哦 没关系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咸阳宫外 传达士这会儿啊 已经得到了消息 见我们一行到了 撒腿就往里边 边跑 边大声禀报 哎呀 了不起 了不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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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王来了 来了 来了 这 这怎么了这是 这是齐王来了 又不是鬼子进村这 不要怪他们 哎呀 你早以后啊 这个皇上几乎是天天的在念叨你呀 你这一来呀 他们只怕呀 又有赏钱打了 这么回事啊 李克星啊 你又见面了啊 现在是成将了 皇上 这盼子已经成立了 迟早的是吗 肠子 肠子 这是 我跟你介绍啊 这是李斯 李哥 李哥 那个李哥 你看看这几张照片 这是嫂子和我小侄女的近况 嫂子每个月 都跟我们学校的老师 一块开支 哎哟 我这 我这怎么见你这话 本来想把她娘俩给带了 可是考虑到 你在这呢 也有下有口的 是怕你尴尬 是吧 好好 知道他们好就行啊 我也挺好的 不一会儿 迎胖子头顶猪棺 身穿灶袍 腰上挂着他那像头鱼似的打成剑 俨然的走了过来 胖 叫陛下 参见陛下 推哈 就推哈 就等剩我们几个人了 新世王张开双手 朝这边走来 我这回可自觉 背着手 我坚持地看着天 果然 赢胖子亲热地跟包子说 你来了 能叫你胖子吗 这不能啊 我刚才看见你 像脚 又买右脚 是不是小强子的寡皮 不让你脚 不过说真的 胖子 你比以前瘦多了 当他们说完废话 我才伸出手去跟秦始皇握 这件胖子直接无视 从我身边走过去 用剑划开我们带来的箱子 往里边看着 男男的说 都给我带了些萨吗 下一秒 秦始皇一手抓住俩西红柿来 往嘴边一晃 这就下肚子 这喊我可以好好地吃碗 西红柿 鸡蛋面 我从另一只箱子里边 把游戏机摸出来 夹在鸽子窝里 威胁已经胖了 说 不带你们这样呢 还想要这个吗 不要闹啊 不要闹啊 威果已经大哈来了 我放开你还不行吗 还有奇果呢 啥时候兑现啊 哎呀 你要想信我得死你嘛 我一会胖子就叫过了一个 也穿着官服的厨子来 吩咐他 耿啊 做个西红柿体大面 陛下叔叔 这个东西叫西红柿吗 快想 哦 做号呢 跟着短上来 哦 卑职万死 这这这西红柿鸡蛋面 实在是母游做过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操你的鱿鱼 胖子以前在街边花三块钱 就能吃一碗好面 结果今天手下的御厨 当着我们的面 给他丢了人 所以有点挂不住了 包子在边上说 简单的很 你就把它跟鸡蛋一块炒了就行了 显然厨子是啥也不明白 要不就是担心秦始皇 真的把它给炒了 皇上说炒 那就肯定是得搁在锅里 一丝不苟的炒 这关系倒是均无细言的事情 行了行了 我来吧 你跟旁边好好学着 秦始皇和二傻还有李斯 一个个搬个凳子坐在桌边 举着猪筷子 眼巴巴的往这边看着 这位秦朝的食神 把包子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 又匍匐在地上 汗流满面 你起来学啊 你那样能学到什么呀 你学步法啊 包子一边切西红柿 一边看着食神 给他准备的瓶底锅 还有简单的酱调料说 做饭啊得伤心 别光知道瞎凑乎 好好听啊 能得到郑王亲自传说 你小子你运气太好了 我跟你说 是是是 你们这设备不行 我还以为你欺骗消费者呢 没有素油 婚油也凑合 我还是郑王呢 买油问题 我们家包子还是大司马呢 这个 变买油问题 大司马是干什么的呀 相当于国防部长 就是跟我在宋朝那兵马大元帅差不多 反正呢 就是你手往那指 全国的枪就往那打 啊 真的 你干好了 包子兴奋的 这手一松 哥打了一摞瓦罐 我叫他 你这败家娘们 把你卖了也赔不起啊 这是秦朝的瓦罐 老娘 这带着国防部长 除了胖子 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都老实点 他跟你开玩笑呢 还真能让你 你一个女人 当大司马 那舍华要酸着吗 广剑回来 那就让他叫护服 我知道这事 总算是交代过去 包子手脚麻利的 炒好菜 煮好面 先拌了一小碗 端给了那个厨子说 你 你先尝尝 以后啊 你就照这个味道做就行了 幸亏这小子机灵 双手捧个面 举过头顶 陷到了面色阴沉的 秦始皇面前 胖子这才转称为喜 但他没有直接吃 而是端给了一边的荆轲 荆轲又挪给了李斯 李斯见有外人的情况下 这俩还这么客气 感动的说 这这怎么行呢 还是请皇上先用啊 胖子不说话 一侧身 拽出一个顶来 说道 我用这个 最后 盈胖子再一次显示了他气吞山河的肠胃 把一锅面都给吃了 为了可持续发展 那位食神 还是被赏赐了一点汤盒 意思是 让他以后就照这个味道做 该厨子以后因为会做西红柿鸡蛋面 格外得到了皇帝的赏识 你们也吃啊 不用了 我们刚吃完烤全羊 吃完了饭 秦始皇轻车熟路的 把游戏机给接下来 真是标准的昏君 我小心的说 颜哥 咱先说点正事呗 哦 啥事 咱说说这个 盈龙长城和修帝宫的事 焚书坑儒呢 你就不用干了 啥意思啊 胖子的二小子不害 一眼看见游戏机了 欢呼一声 坐下来玩得起来 我跟盈胖子 把点子表的事一说 胖子摸着下巴说 我知道了 长城和皇陵 已经在修了吗 流过一面 看来 那就没有什么失念嘛 怎么着 都修上了 早晚早酸嘛 现在修 时间还富裕 反正 我室那天修好 就行了 不用那么劳民赏才了嘛 也就是人寿有点劲 还给他们发工资呢 说到秦始皇残暴 眼前的胖子多厚的 可是下一秒 我就眼睁睁的看着胖子一屁股 把小胡派扛飞 抢锅游戏机 自己玩了起来 嘴里还念念有词道 所以话 得乱算了 你现在 今要的人物 是小席嘛 我只能抱一满头黑线 小家伙拍打着地面 哭笑起来 胖子是幸灾乐祸的 看着自己儿子一眼 继续打游戏 银哥 这孩子不是这么教育的啊 这小孩 咋那么好玩嘞 我再次无语 我就没看出来 这孩子鼻涕妈擦的 有哪好玩啊 包子抱着胡亥 呵斥到胖子 胖子 胖子 你就不能跟他一块玩吗 在我们两口子的声讨下 银胖子这才不情愿地 让出巴掌大的一块地 给小胡亥做去 把二号机塞给他手里 又大声地威胁道 诶 试完了 不要见恶地人哦 晚上 秦始皇为我们安排了 盛大的晚宴 曾想把自己贴饼子 闺女嫁给我的李叉叉大人 一件包子就大惊失色 跟旁边的王叉叉大人小声说 我早年曾经丢过一个姑娘 那个相貌 跟咱们的大似吗 真是像吗 真诚之间是其乐融融 李斯还叫来了十几个敲边钟的 为我们演奏了他 普曲的死了都要爱 边钟版打击乐曲 等这顿饭终于是曲中人散之后 胖子蹭了一下 从小鸡前蹦了起来 揉着腿叫头 哎呀 这好好做这不行吗 干嘛老贵这 这谁受得了啊 这样不得制作 我们在消空馆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一早就被一阵极其难听的噪音给吵醒 起来一看 见包子站在院里边啊 这一排边钟前 整个小锤正敲呢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哎 乔子 你说我们的儿子以后搞器也怎么样啊 听说那个婴儿在母亲肚子里就能够接受熏陶 我决定了 以后每天敲半个小时 哎呀 算了吧 有个能把边钟敲得这么难听的妈 贝多芬的屁子剩下来 最多也只能是敲架子谱了 嗯 真的很难听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至少我还能够敲出走来咪的 他左右看看 忽然一眼就看见坐在台阶上的金科 二傻低头微咪着双眼 脸上带着平和的笑 用小草棍在地上滑了 嗯 看见没强子 有一个粉丝还是很支持我的 哼 别叫磕子那样的 还能受得了你折磨 哎 小红子 我们这几天还去哪玩啊 我发现这秦朝 除了空气好点之外 也挺无聊的 哎 我想跟你萌异商量商量 等我生完孩子 我跟他哥打仗去 不是 你少添乱吧你啊 无聊了 也得等我把这湖门宴的事儿办完再说 啊 哎对了 明天我就得回宇 坐那儿 那你是跟着我去呢 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呀 反正我不去 就是吃饭 你办完事儿 你回来接我吧 小纳说好了啊 接上你 你也只能先回家 玉才那儿还一摊的事儿呢 那你不用回来了 等你办完玉才的事儿 过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再来接我啊 我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编中 这东西在咱们那儿不好买吧 再说了 肯定贼贵 现在一架钢琴还好几万呢 我来到荆轲跟前 哎 客子 降雨哥吧 我带你找他玩去 哎 客子 我问你话呢 你听见没有 二傻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顿时急了 走到他身边 使劲拍了他一下 二傻茫然地抬起头 哎 哎 小琴 雨哥 项雨 他 你想他没有啊 你不会是忘了吧 二傻不紧不慢地 从耳朵里边掏出两小团布片 这才问 你说什么 你 你这干什么呢你 二傻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包子手里 敲边中的小唇 用脚把布片踢开 这才若无其事地说 你刚才说什么 结果二傻一听要去找项雨 高兴得直蹦的 晚饭的时候 秦始皇听说我又要走了 伤感着他 吃了三碗面就不吃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一睁眼 天色还早 包子也刚起来 我一见他也起床了 就问 这么早啊 师傻 干什么想干得好 不就是讲究个乘客吗 那你送送我吧 又不是生离死别 送什么送啊 别说不吉利的话 你这一去 是不是会有危险啊 不会 真的没有危险吗 这没有 那送什么送啊 我用眼色示意 尽快赶紧上车 当车向前移动的那一刹那 我和二傻终于 同时长出一口气 我得意的把头探出窗外喊 送送更健康 现在你可以去敲你的边中啦 五分钟之后 抵达项羽在鸿门的临时府邸 车停下以后 二傻迷糊的说 到了 是 这么近 那我还回去拿点衣服吧 别打 你回不去了 放心吧 这儿没人认得你 我和二傻直接走进了客厅 二傻躲在我背后 她是想突然跳出来 给向雨一个惊喜 别藏了 我已经看见你了 你就不能假装没看见我 诶哥 你这忙什么呢 中午不是请刘小三吃饭吗 洪门宴是中午吃啊 管他中午晚上了 赶紧吃 把他打磨 那就完了吧 也是 准备的怎么样了 没什么可准备的 等他来了咱们就开吃 吃完了就让他滚 那相庄和范增他们 相庄目前没在本地 雅富呢 也还没有找过 至于我那个叔父 有没有去私建刘小三 我就不知道了 看来真是连锁反应 一个风吹草动的变化 都足以影响全局 这顿饭吃的 跟以前全部一样 不禁空沉沙烟 似乎万人间难言 世世代代都誓言 留着相同的血 喝着相同的水 这条路慢慢流长远 红花浪然陪你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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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空沉渺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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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 好心丝还愿明呀 海上淡淡几个酒 我不醉不罢休 弄点我的女人呀 心灭不罢休 来呀来个酒啊 不醉不罢休 凑情总是别放心头 不醉红尘身 俗不完人间恩怨 世世代代都誓言 流着相同的血 喝着相同的水 这条路慢慢有长远 风华当然陪 这一辈子谁来陪 渺渺茫茫来又回 光日清醒在歌声 都似的优优优独播剧海远 心灯时尘诺变迁 爱江山 恨爱美人 那个英雄好 宁愿苦难 好恶恶 不如新世代 传织好心丝还愿明呀 爱江山 爱江山 刚说啊 要一样 宁愿地 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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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江山 来回来 是非得意义的 永久还女人都爱的不怕 好儿子 婚生世代 当时 好情丝还原明天 人生团团几个秋 我不惧不罢休 冬天我的美人那四叶黄河流 来来的秋啊秋啊秋 最不把笑 放弃摔尸片放行走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剧原著张小花 改编程寒 编辑海燕 监制好位群留校 演播张杰爱宝良小曾 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张小花